班公湖是中国日土县与拉达克交界的内陆湖泊,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鸟岛,位于阿里地区日土县城西北约12公里处,班公湖又称错木昂拉红波,在藏鱼里意思围长脖子天鹅。 班公湖总面积604平方公里,印度拉达克面积191平方公里,占31.5。 班公湖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,是它是一个三部分含盐的湖。 东部有淡水,中部有盐水,西部有盐水。 这个湖最初由中国拥有,已经被印度接管了三分之一。 不过印度也因为这件事非常的生气。 中国控制的那部分草长云飞。 但是印度控制的那部分,却是非常的冷清。 因为印度所控制的是咸水湖的一部分,由于湖水的苦涩很难饮用。 湖里不仅没有鱼虾生存,就连岸边也是寸草不生。 和中国控制的这一部分,简直存在著巨大反差。 中国这边的淡水湖两岸草长云飞,充满了浓浓的诗意。 基本上都没有游客会选择去那里旅游。 当有人问印度人班公湖的时候, 他们就会回答那本身就是一个咸水湖。 其实这个班公湖,本身就是中国的。 未来也将会回到中国。